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随着近期超150位爱波斯坦罗里岛事件的参与者名单公布 Little St. James and Great St. James Islands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本期就来介绍一下这两座位于美署维尔京群岛的私人岛屿 Little St. James Island占地约75英亩 坐落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海岸附近 临近的Great St. James Island就位于其西北部 占地约165英亩 1997年Little St. James Island为风险投资家阿琪、康明所有 并于1998年由杰弗里、爱波斯坦以795万美元的价格购得 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 Little St. James Island共有五栋主建筑 整体呈奶油色,屋顶为绿松石色 除了一座由安曼度假村的设计师爱德华、塔特尔翻新的主屋外 岛上还有三座客用小屋和一座看守小屋 其他建筑包括一个图书馆、一个电影院、一个独立的澡堂和几间小屋 岛上还配备了私人海水氮化系统、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一个私人码头、两个游泳池、一个健身房和三个私人海滩 甚至还有一个火烈鸟聚集的泄湖 此外,岛上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建筑和装饰 如一个蓝色条纹的盒子状建筑 一座寺庙结构、一些真人大小的奶牛模型、两个鹦鹉雕像和一个巨型太阳能重 岛屿两端还个插了一面国旗 2016年,爱波斯坦又以约2250万美元收购了更大的Great St. James Island 并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计划,包括建造房屋、圆形剧场、花园、博船码头、水下办公室和游泳池等 然而,由于爱波斯坦的建筑规划涉及岛屿环境问题 与维尔金群岛规划和自然资源部就土地使用法规发生冲突 因此该岛屿的开发建设相对有限,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奇缘生态 这两座私人岛屿曾迎来许多世界名流到访 包括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巴克莱银行前负责人杰斯、斯特利等 爱波斯坦事件后,St. James Islands一度成为加勒比地区的一个旅游景点 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游客们,因为他们想看看撒旦住过的地方 虽然Little St. James and Great St. James Islands因为爱波斯坦事件受到负面影响 但物理意义上的私人岛屿不动产,本身不会有原罪 只可能因为使用者用途的不同而被烙上为富不仁的印记 相反,优质的私人岛屿从来不缺乏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 这两座私人岛屿曾于2022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上市 并于2023年被亿万富翁斯蒂芬 德科夫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买家计划在岛上开发一个拥有25间客房的五星级世界级豪华度假村 预计将于2025年开业 如果您对私人岛屿感兴趣,欢迎持续关注岛民国际 若您需要岛屿交易相关服务,也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